行政院前秘書長林毅氏貪讀案 風波還在繼續的擴大 媒體指稱副總統吳敦毅就是X先生 說陳啟祥要喬合約的案子 就是由他來轉介給林毅氏的 甚至還扯上了總統府秘書長曾永全 強調當初就是他 極力推薦林毅氏來出任行政院的秘書長 而蒂詠公司遭到斷料 藏進人直指高雄地檢署主任檢察官王啟明 這三位當事人今天全部都否認表示遺憾 並且揚言提告 尤其是吳敦毅他直接了當地就面對媒體記者說 他不認識陳啟祥 不認識陳啟祥的岳父 他的太太跟陳啟祥的前妻也不是姐妹濤 他沒有處理過任何相關的請托案 還要舉牌子抗議的人 趕快去找X先生 因為這裡沒這個人 聲憲林是案X先生怡雲副總統吳敦毅下午出席公開活動 民進黨市議員在台下高舉 X先生現身把看板 吳敦毅看了立刻脫稿回應 那兩位拿牌子的 X先生請你去找 是誰講的 活動結束 吳敦毅再度把話說明白 對於周刊和民罪之指 陳啟祥的岳父是吳敦毅在南投的鄰居 兩人極為首飾 2010年蒂勇的爐渣生意出現危機 陳啟祥透過岳父在相關人士的協助下 最後才找到林醫師 吳敦毅鄭重駁斥 陳啟祥先生我不認識 他的所稱的陳啟祥的略葬 我也不認識 姐妹她是要何等密切的游往來 因為沒有受扣過 所以當然我就不可能有語文 或者介入陳啟祥先生 跟林醫師先生之間的糾葛 對於週刊報導 吳敦毅與林醫師關係密切 吳敦毅更是無奈撇清 林醫師他在言詞之間的誇張碰巧 那大家都已經看到了 親自這個領教了 他跟陳先生講話 要怎麼碰巧 要怎麼噴氣 誰能夠控制得了他 我就說我才不敢掛 沒有人講說那麼好 林醫師貪毒風暴傳出 涉案程度向上發展 被引設為X先生的吳敦毅 親上火線毀嗆沒拿出證據的 名罪和立位 不讓這把火燒上身 梁營 林委旭 林黃軒 台北報導 風暴傳出 3704 5604 4704 4604 感谢观看